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最近學長拍了好幾部冰咖啡,對不對 那幾乎每一部都有蠻多網友 他有很良好的回憶 可能用這個方式沖很好喝 或是說沒有想到原來潑左鍵燒或是V60 搭配這樣的手法可以讓你的冰咖啡 好喝到沒辦法想像的程度 那是因為什麼呢? 其實是因為大家對於冰咖啡的沖煮觀念 其實都沒有非常的正常 因為其實冰咖啡跟熱咖啡沖煮 確實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沒有比較完整的沖煮邏輯的話 說真的你要沖冰咖啡沖到好喝 真的是蠻難的 但是沒關係,因為學長呢 其實也覺得大家可以喝到好喝的冰咖啡 真的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應該會做比較多 各種器材的冰咖啡的示範 這也是因為 好像我自己在網路上搜 確實這些器材的冰咖啡資料真的是蠻少 熱咖啡超多的 但冰咖啡真的比較少 所以我就希望能夠做一個比較完整的系列 那如果你還沒有看過其他的沖煮的話 我們還是提供一下我們的那個 之前冰咖啡的連結好不好 在我們的左上角 OK,左上角我們會提供V60的還有Poto鍵掃的 那如果以後有其他的話我們會繼續提供 OK,好,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 艾樂壓 艾樂壓其實是一個很風型的器材 那最近這幾年很多人很多朋友們都開始有艾樂壓了 那艾樂壓為什麼它好玩呢 是因為它多了一個壓力的關係 我可以利用手壓力的關係 讓我的萃取率在被壓的時候增加 把它突然提升讓你的口感可以變得更豐裕 或是更有趣 跟手沖就會有不一樣的風味效果 那另外一部分當然是因為它非常的方便 好 那像今天提供的艾樂壓的冰咖啡的做法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再來是 我們今天不用濾脂 一般來說呢我們在這個裡面是要放個濾脂 用來過濾的 但是呢因為艾樂壓它的特質很有趣 如果你用濾脂的話呢整體喝起來會比較乾淨 然後比較清爽 但是呢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這個 這個極細的艾濾壓的金屬濾片 那用這個金屬濾片呢 一樣可以讓你的口感是乾淨的 但是它的口感的豐裕度和油脂感 會非常的顯著 喝起來會口感厚實厚實的 很有趣的 那這種金屬濾壓片呢有分兩種孔徑 一個是普通的 然後這是極細的 使用極細的效果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它的細粉比較不會殘留 但如果你要喝最油脂感最重的話呢 就是一般普通口徑的呢 它的油脂感是最重的 那這個是介於中間 比濾脂油脂感重 但是又比普通金屬濾網呢 再來的少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用來這個來做冰咖啡 非常的適中 所以大家可以來研究一下 但你用濾脂也是可以有類似的效果 那這支濾脂面怎麼使用呢 很簡單 就跟一般的濾脂是一樣的 就放到你的 艾勒牙裡面 然後呢 鎖起來就可以使用了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正製法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使用倒置 不使用倒置 正製法的時候呢 待會我們在給水的過程之中呢 會有一小部分的水會先流出來 然後流到冰塊裡面跟冰塊 先第一步先溶解冰塊 那這一段呢 其實可以做出比較清爽的口感 但是後半段呢 再做出另外一段的口感 這樣喝起來 其實喝起來層次感是比較好的 那豆子我們一樣使用20克 20克的豆子 然後 不挑豆子 你用什麼焙肚的豆子 都是可以做的 好 然後呢 我們的粉水筆呢 跟我們平常是一樣的 學長習慣的粉水筆就是 20克豆子 配300cc的水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冰塊呢 用100cc的冰塊 可以多一點點 110、120 因為留一點點 沒有溶解的冰塊 在你的杯子裡面呢 讓它的冰度維持是很好的 但是就是100左右 然後我們待會給水 給到200左右 那整體加起來呢 一樣是1比15 就是300cc的水 好 研磨度的部分呢 要特別注意喔 要磨得稍微細一點點 我今天用小富士平刀 我平常是大概是磨4到4.5 那如果我用做艾勒亞冰咖啡的話 呢磨到3.5 3.5 是稍微細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太過分細喔 太過分細會 會很不好喝喔 味道會很笨 這是比較細的研磨度 OK 然後我們先來放冰塊 好 我們放100克的冰塊 來 那冰塊當然是大顆一點呢 是比較好的 越大顆其實你的 保冰能力會越好 然後你的冰塊水融化的速度呢 也會比較慢一點點 你就可以喝比較濃郁一點的風味 好 我們用110左右好了齁 因為我的冰塊很小顆啦齁 我們在攝影棚 比較麻煩一點齁 比較小顆 OK 好 然後呢 把我們的愛樂鴨 這是需要的有那個皮套 比較帥一點齁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愛耍帥 然後呢正字法 裡面已經放好了那個 金屬濾片了齁 然後呢 咖啡粉直接放進去 好 倒乾淨以後呢 然後 稍微搖晃一下 讓我們的粉呢 稍微平一點點 然後呢 準備一根湯匙 當然你要用愛樂鴨 原本的那個 攪拌棒也是可以的齁 那用湯匙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待會在攪拌的過程之中呢 你可以稍微往上拉提 好 讓你的粉的水 不會這麼快流掉齁 會差一點點 這個愛樂鴨的沖法呢 我們是需要計時要看重量的齁 那我們 整體要給200cc的水齁 但是我們第一段水給到150cc 那還沒 還沒給水之前呢 我們就按計時 那我們整體的沖煮時間 大概是一分半鐘左右齁 所以呢 計時是蠻重要的一點齁 它可以控制一下你的濃度 先按下你的計時開關 按下去以後 然後開始給水齁 給150cc的水 好 然後就簡單繞就好了啦 因為重點不在於是 給水的技術齁 重點是待會我們要攪拌 給到150cc 好 大概讓你的水都吃到水就可以了 OK 然後拿你的攪拌匙 然後呢 上下的 讓你的粉徹底徹徹底底的呢 跟水 有進行萃取齁 我大概給水的時間大概是15秒 給到150cc 然後我們攪拌要整整30秒 整整30秒 可以看到齁 我已經流了一點點水下來了齁 但是不用緊張 它不會全部流完 它大概會流掉三分之一左右 那這三分之一呢 就是我們 刻意讓它流的 好 整整攪30秒左右 好 攪完30秒以後呢 然後呢 再給5cc的水 好 這時候這5cc的水呢 就一樣齁 均勻的 給在粉上就可以了 給30cc OK 給5cc OK 然後呢 現在秒數大概是1分鐘 到1分05秒左右 你可以看到齁 其實我裡面的水還有這麼多 它雖然下面有一點點在往下滴 但是 我上面水還有這麼多齁 所以你也不用緊張說 會不會這樣的做法 會讓你的愛樂壓沒有味道 那一直等 等到1分30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要壓了 OK 好 現在1分23秒 好 我們把 愛樂壓拿下來齁 千萬不要在棒蹭上面壓齁 OK 1分30秒的時候呢 我們開始準備 壓我們的愛樂壓 OK 那我們花30秒的時間 所以慢慢壓齁 不要緊張 邊看著棒蹭 邊大概控制一下你的 手壓力齁 緩慢 但是呢 有 給速正常 可以齁 也不用太慢齁 好 大概 還有 5秒 好 最後的時候稍微 用一點身體的力量 好 聽到聲音 代表已經給完了齁 空氣聲 就不用再壓了齁 再壓下去只是水而已 剛剛有2分0幾秒齁 OK 這個時候呢 好 稍微讓它水流乾 OK 完成 充分的攪拌一下你的咖啡 讓它的冰度呢 維持到一個夠冰的狀況 因為冰咖啡不冰不好喝啦 那如果你的冰塊完全濃光了 冰度還不夠的話 還是要補一點點冰塊的齁 因為我寧願讓我的濃度稍微淡一點點 但是我的冰度一定要維持齁 好像完全沒有冰塊 因為冰塊很小顆啦 可以補個幾顆冰塊 讓我的冰度呢 維持到一個夠冰的狀態 這樣比較好喝 OK 好 完成 相當好喝 我們今天做的是那個 古籍 古籍和Bella的豆子 藉由愛樂壓的這個 器材來操作的情況之下 喝起來的油脂感跟豐浴度 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會比手沖的感覺再更 有黏稠度一點 但不是說厚實 是有黏稠度 為什麼 因為它的油脂不會被濾脂吸附掉 所以喝起來會覺得厚度再厚一點點 但它的層次感並不會不好 因為大家有注意到嗎 我們剛才在壓的過程之中 還有我們在給水的過程之中 我們其實是有分兩段 兩段呢 其實第一段呢 它一部分的水會先流掉 那這一段水呢 它就是粉跟水接觸時間是最短的 然後第二段的水呢 就是攪拌的過程之中 會大量的釋放出風味 OK 那這一段的時間會比較長 當然還有第三段 就是我們加了第二次水以後 然後最後那5cc 這三段的水呢 都會造成不同的風味 那這三種不同的風味呢 混合在我們的下壺裡面的時候呢 就會讓你的愛樂牙也很有層次喔 OK 所以呢各位在酌冰咖啡的時候 千千萬萬不要覺得只要做一個層次 你的層次還是要複雜而多元 你的冰咖啡才會像你喝咖啡一樣好喝喔 OK 好那我們今天愛樂牙冰咖啡的部分呢 就示範到這邊為止 這個手法呢非常的簡單 如果各位想試試看的話呢 或是有想要看更多其他 可能複雜一點的手法 譬如說我們也有 倒置法的手法的話 各位可以留言 那希望看看大家的喜好 再來為大家設計一些新的沖法 那這個手法非常簡單 也希望大家可以試試看了齁 今年的夏天 請大家一定要搞定你的 冰咖啡沖煮囉 OK 好 那就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 gingerbread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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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